俄乌战争已经持续来到了第88天了 最新的战情发展要交给记者陈韵文 韵文早安 早安作合 我们来看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持续了88天 而俄罗斯是结束了这个非常惨烈的围困亚素钢铁厂 所以他们把这个攻击的主力是转向了要打这个乌冬地区 因为这里他们是希望可以拿下这个乌冬的卢干斯克州 最后一块由乌军掌控的领土 希望可以完整的拿下这个卢干斯克州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当地这个卢干斯克州的现场 这里的房屋呢几乎是被炸烂了 没有一个是好的几乎被移为平地了 而且现场不少是俄罗斯军员留下的这个军备残寒 就是被攻击之后呢毁损的这个战车等等 都被他们抛弃在当地非常的混乱 而这整个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快要满三个月了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 我们就看到是基辅当局日前才宣布 要延长这个战时状态再延长三十天 那现在呢 曾云斯基表示这个纸战的方式呢 只有一个 听他最近突然话 尤其是我们俄罗斯军员们的 好 确实来看到是因为乌方强调 他们是不愿意透过割地的方式来换取指战的 而现在乌方也提到说 只要每次妥协一点点或者是休战一点点 反而就是适得其反 俄军会来更大的强烈攻击他们 所以现在双方是持续的战斗 而双方的谈判在上一次是在4月22号 所以换言之已经长达一个月 俄乌双方是没有坐下来谈判的 所以可见现在俄乌的战况是持续的讲举作恨 现在运文另外是国际信用的评级机构目的 也在将乌克兰的外币主权信费调降了 这个对乌克兰或是俄罗斯或是全球的经济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再请教运文 其实什么来看到 这根据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 表示乌克兰的外币主权信费降级 而且从原本的观察名单 转为是比较负面的名单 这主要就是因为认为乌克兰政府的 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升高 以及现在欧战争持续的时间 是比预估的时间来的还要长久的 他们认为呢 尽管说有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 这个经济援助 但这都只能解决短时间内的一些 短期的这流动的风险 但中长期而言 这个恐怕也是无以为继的 所以也或许可能对欧洲的经济 会有一些的影响 那我们再看到是现在 G7的财长是同意 再度的提供多达95亿美元 这约合是台币2800多亿的 经济援助给乌克兰 并且强调只要这个战争持续的话 这个金元就会持续不会中断 直到这个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那我们再看到是目的也提到是 这个乌克兰今年的GDP 应该会萎缩大约35% 但是有信心在明年 这个经济就会有所好转 但是反观是俄罗斯 因为这个西方的制裁 还有外资外企的出走之下 俄罗斯的经济 这个损害可能会是永久伤害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